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处理不做的话 我个人是用抓的手抓 一颗一颗剪 餐餐剪前一个礼拜 餐后剪一个月至一个半月 所以我觉得我们 对 我刚刚忘记跟那个处长讲一件事情 我们的农业政策有点怪 他从1月1日开始收 收到3月底的样子 可是像我们自然农法 我们大部分种的 除了圆米之外大部分是长米 长米是大概今年来看的话 是3月20左右开始查阳 可是我正要剪 我刚刚查完 我正要狂剪一个月的时候 他就不收那个福寿罗了 所以这个政策有点怪 那你收 正常冠型 他们一般都是用药毒的嘛 他们会去抓的话就是要赚钱的 那为什么要把这些钱给冠型的人赚 不给我们小龙赚呢 不给我们小龙补贴 我就觉得这一点有点奇怪 那至于怎么剪好 我第一年的时候啊 我就傻傻的乱剪 然后就是去买个网子 在那边慢慢捞 每天早上 早中晚去剪个 走个两三圈走个两三圈 就这样慢慢捞 其实还是蛮多的啦 还是蛮多的 可是因为第一年 我种的面积 比较少五分地而已 所以其实不觉得累 等到我第二年 开始种的时候 就比较特殊了 我是 一开始也是早上这样的选择 哇 两分地要走很久 走一圈走完的话 就是大概 不要很认真的剪的话 也要四五个小时 而且太阳好大好累喔 那怎么办 然后有一天 误打误撞开始 因为我第二年种了两甲地 两甲地有一块在我家旁边 就等于离我家比较远 离我家比较远 我就要去那边看水 然后所以第二年 我发生了一个状况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要跟冠型的农夫抢水 所以我等于早中晚 都去抢一次水 你要把水挡到你的田里面这样子 然后抢抢抢抢抢抢 抢得好累喔 然后有一天有个冠型的冠 冠型的代根业者 看到我说你在干嘛 我说我要去挡水啊 他说你干嘛 他就跟我讲说你干嘛那么累 你就等他七点多 倒完垃圾去睡觉 你再去挡 到明天早上至少五点以前 都是你的水 你自己算算看这样有几个小时 想想 诶对呀我干嘛那么累 所以冲刺以后 我就再不去早上看水 我就晚上等他倒完垃圾 我再去挡水 就这样至少有七个七八个小时以上 是我的水 所以我隔天早上起来 诶我的天水就已经满了 至少可以用到晚上 喝喝水 后来我就开始每天晚上去看水 看水看水 诶 看水的时候晚上嘛 一定要带手电筒 发现拿手电筒 照田里面的福寿罗 好清楚喔 怎么会那么清楚呢 就算水琢琢的也很清楚 就非常非常好抓 所以就不自觉的看到福寿罗 你就想抓了吗 就不知不觉 抓了一两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就抓了一大袋 超级大袋 抓得比白天还多 我才发现 诶 原来晚上抓福寿罗 那么好抓 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 原来福寿罗 福寿罗 其实他是夜行性动物 他的晚上的活动力 比白天还强 所以其实他晚上出来活动 比较多 所以更好抓 我今天晚上承擠了